你 江浩 你怎么了 江浩 你怎么了 你没事吧 你别吓我 你自己好烫 你寻找了一来 你程庄 你 你 忘了 小心 姿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醒了 你没事吧 你昨天吓死我了 可能是因为 车祸当天也是雷雨 所以出现了一些异常 我现在没事了 那你现在还有没有不舒服啊 好多了 你做给我的 做了就做了 大大方方承认嘛 没什么可害羞的 我 江浩 你喜欢我啊 谁喜欢你啊 这个 我是为了要感谢你 才做的 难不成 从小到大送你蛋糕的人 都说喜欢你啊 你呀 做了蛋糕就大大方方承认 有什么关系啊 你用了我的身体 花了一晚上时间做了蛋糕 而且还藏起来 这就证明 你根本就是喜欢我 江浩 我也喜欢你 你是不是因为 还没有找到自己的身体 所以不好意思承认啊 这世界上 没有你喜欢谁 谁就必须喜欢你的道理啊 不过你说对了一点 我确实是想找回我自己的身体 所以从现在开始 你要认真读剧本 我想知道 苏远晴当天晚上 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好 来啦 喝什么 你不是一年才回来一次吗 怎么了 那么着急找我来 又被人家骗了 你这说什么呢你 我同工就被别人骗过一次 你真老贴你 是 我这次找你来 是有事要求你 我想问问你 你是怎么跟那个著名经纪人 欧阳靖大上关系的 欧阳靖 我不认识啊 还装呢你 你可真能装 你们家小桃 真人秀的点击量 都蹭蹭得那么高了 你跟我说你不认识 你当我不知道啊 你可真够行呢 明明说好了 要让孩子去当老师吗 怎么又偷偷跑去当明星了 关键事 还不带我们家吱吱一把 你真好意思 这个事呢 我是真帮不了你 对了 我今天呢还有点事 我得走了 小七 什么人呢 简直了 还像小时候不让我抄作业那副德行 小七 不行啊 你这表情太浮夸了 你现在是死去的前女友 你要想想想 时隔五年之后 你在跟相爱的前男友相遇 那种心情你知道吗 我没有前男友 我不知道那怎么想 你做男朋友 然后我们俩再分手 不计解决了 胡闹 我 不能每一部戏都这样子啊 一个优秀的演员 要有丰富的想象力 还有共情能力 然后把自己完全地 投入在那个角色里面 感同身受 算了 跟你说也是白说 再来一次 勉强可以啊 戏过来 妈 你怎么来了 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 快进来 妈 妈 您来怎么也不提前 跟我说一声 我好去接您啊 你做事提前跟我说了吗 您 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还想瞒我多久 明明说好在家里 复习备考 考什么 考当演员吗 多大了还要试试向你汇报 妈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骗您的 孙小桃 妈含辛茹苦地把你抚养大 不是让你去成为那种 爱慕虚荣 整天想当明星的人 当明星就爱慕虚荣了吗 演戏也是一门艺术好不好 妈 您先冷静一下 我 喂 您好 喂 芝芝 你说什么事了 等我 我马上去去接你 妈 芝芝她出大事了 我必须马上去救她 我以后跟你说了 表演满分 这丫头 早安 远勤姐 远勤姐 请大家喝咖啡 早远勤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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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勤姐好 你来得好走啊 太敬业了吧 谢谢 拿咖啡吧 谢谢 来 早安 你的 谢谢 谢谢 孙小桃进行一日约会 除了室友之外 未与其他人接触 另外 孙小桃疑似精神状况不稳定 平凡出现与空气沟通的剧动 和空气说话 是为了拿下周一人 所以故意用江号分散我的注意力吗 他到底在和谁说话呢 为什么要留下那种钱 试图夺走身体 夺走身体 怎么可能 导演 早 大家早 谢谢 导演 原青 这么认真啊 导演 这个地方我觉得有点问题 就是我觉得这个词有点拗口 我想把他改得再深回一点 而且这里 因为前一场戏 他刚见过我 所以这个地方 我觉得情绪转得有点生硬 我们可以再讨论一下吗 好的 没关系 待会儿说信的时候 我会重点说一下的 好 那我先去换衣服了 好 待会儿见 好 远青青每次拍戏都是第一个到 真是劳模 那可不 一点架子都没有 是啊 真好 女二号呢 都几点了 女二号怎么还没到 远青特地早来 不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吗 喂 你到哪儿了 赶紧的所有人都在等你啊 五秒钟 马上就到 快快快快 孙小桃 你慢点 还好我赶上了 还行 赶上你们头 所有人都到了 就等你了 那 对不起 对不起 因为我的车坏了 所以我 不对啊 距离发舞的时间 还有十分钟呢 嘘 别说了 我没有知道 就知道找借口 远青姐那么大牌 都提前三个小时就到了 是啊 人家成功是有理由的 比你漂亮还比你勤奋 气死你 我不知道她提前 还不赶快化妆 大家都等你们呢 导演 导演 对不起啊 我们先化妆啊 导演 我已经好了 也不先开我吧 可你还没来得及吃饭呢 没吃饭有什么关系呢 刚好不会有小肚子呀 谢谢远青姐 远青姐请喝咖啡啊 谢谢远青姐 谢谢远青姐 是什么困抢 把拿铁都喝了 应该不是吧 赶紧化妆吧 别喝了 你被素掩情盯上了 那我接下来要怎么办 打起十二分精神 让我随时控制你 我要主动出击 马达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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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恨不得把男主角吃下去的感觉很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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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应该 感谢观看 好吗 感谢观看 你 你 非常好 他们把 这完全不像 这个动作 把刚刚刚刚 用他 会不会 会不会 会不会就不会死了 说 你猜 发布发 发 发 发辞 cho 发 发好看 这么说 真的不是他 你是不是有什么亲戚 住在乐情爱养月 难道 真的受过养净 你 你还好吧 我 我还有一点好奇 你除了控制身体之外 还有什么特殊功能吗 你会飞吗 你能穿越吗 还是说 你会独心术 他能告诉你 今天的事情不许告诉绝望人 我也知道你很多小女 要不然与死网碰 你以为我是傻子吗 像孙小桃被你控制身体 这种爆炸性新闻 我藏还来不及呢 我免费送他一个月头条吗 不过话说 控制身体这种事情 你怎么不选我呀 我们两个结合 应该才是双赢吧 那是我跟小桃的事 用不着你关系 你们两个 该不会有什么特殊的关系 苏远 请我告诉你 你要想好好当你的女主角 就不要针对孙小桃 你不是有周易燃吗 没来远去的不是你旧情人吗 我也很苦恼 他好像还是很介意 我之前跟他说分手的事 可能我之前 把他伤得太深了吧 周易燃这种直男 很好骗的 这种男人都有保护你 你这个头发就太有攻击性了 要黑长直懂吗 黑长直 直男癌五大神雷 黑长直淡妆 雷丝白裙 很高跟鞋 有了这五大要素 再给他做一点点家常菜 营造一种家的感觉 就成了 你以为我没有试过吗 我这些方法都试了 你知道吗 我甚至在下雨天 我冲出去 为了装无辜装可怜 我差点没被车撞死 结果呢 他看到我 你知道他跟我说说吗 苏远请你信仰 帮助自己的前女友 和他的前男友复合 像我这样愿意日行一善的男子 可不多见 小头 我可不是为了破坏你和周毅然 这样做 只是为了帮你和苏远晴打好关系 为你的事业扫清障碍而已 第一天拍电影 辛苦大家了 感谢大家的照顾 至于弯腰弯的这么低吗 我凭什么鞠躬啊 我拍戏从来都不用这样 今天的表现是非常不错呀 没想到 你第一次拍亲热的戏 演得这么到尾 尺寸拿捏得这么好 非常棒 好 导演过奖了 主要呢我们小头啊 他是周毅然的粉丝 这种亲热戏 当然是求之不得 机会得把握是不是 是吗 而且啊 今天这个跟女主角的对戏啊 在自由发挥的部分 甚至都超过了苏远晴 真的 表演很有天赋 谢谢导演 你俩模式最好 主要是导演调教的好 还有我们小桃 自己努力 是吧 来来我们工作人员 来准备下一场 来 来给我过去了 去那边 今天不错啊 明天继续加油 加油加油加油 我有事先走了啊 来来来导演 等我一下啊 今天 谢谢你啊 对了 你为什么 忽然控制我啊 怕你被苏远晴欺负啊 不是 我是说 拍周易燃那场戏的时候 也一样啊 怕你不会演戏 所以跟平时一样控制 没什么不同 你不是因为 不想我亲别人吗 下一个话题 你跟周易燃 亲了两次了 孙小桃 下了班还不赶快回去 你忘记谁在家里等你了 我妈 易燃 来 你们俩先上车吧 好 你喜欢我今天的搭配吗 你过来就是跟我说这个的 当然不是 我是想说 我学了几道很好吃的家常菜 你有空 我可以做给你吃 多碗都可以 没关系的 谢谢 但我现在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小桃才是我真正的幸福 爱 从来不是为找到幸福而生的 爱是毫无逻辑可言的 他突然抓住你 是你想放弃也丢不掉的 你以为我没有失望吗 你怎么越走越慢 车坏了嘛 车坏了就打车 把它扔在这儿吧 那怎么行 离家这么近 打什么车啊 你不会是不知道我们家怎么走吧 我只要知道怎么打车去你家不就完了吗 你个鹿痴 你胡说什么 我只要有手机 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那怎么行 你连我家在哪儿都不知道 你到底有没有诚意啊 我家超好走的 这里就是那个面包摊 前面就是花店了 你看 这儿有一家花店 门口有很多薰衣草 咱们家的也是在这儿买的 这里就是街心公园 附近的小朋友都来这儿玩 前面就是咱们家了 记住了吗 记不住 你来这里干什么 我们来抓娃娃吧 抓娃娃 走 你看我扮演过这个熊啊 你别以为这个东西没有技术含量 其实很有难度的 我看别人抓了八十次都没抓到 你在这里看人家抓八十几次啊 我观摩学习嘛 等他走了我再抓 那你有没有抓到啊 没有 我抓了一百次 孙小桃你是不是傻啊 买一个不就得了吗 那不就失去抓娃娃的意义了吗 我要抓两百次 两百次肯定能成 孙小桃 你找那么多借口 是不是不想回家 我妈现在肯定气死了 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母女之间能有什么不能沟通的 你就好好跟她说啊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就实话实说 除了我的部分 你跟她说 你不想念书啊 你不是她规划中的女儿 你想尝试 你想挑战 你想看世界 你想体验新鲜的东西 你不是规规矩矩的人 不就得了吗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说 你以为我没尝试过吗 我之前跟她沟通 试图让她理解 我就变成了一个坏女儿 叛逆欺不懂事 妈妈对我有很高的期望 对我固然是一种压力 可是对她来说又何尝不是呢 她一直紧紧地绷着那根鞋 我都怕她崩溃 她难过 她失望 是我最不愿意发生的事情 所以每次都是我妥协 我已经害怕了这个过程 结果都一样 只是害两个人白白哭一场而已 这是一种情感的控制 我不是说你妈妈是故意的 只是你对越在乎的人 就越容易退让 这让她下意识地 找到了让你服从的方式 你就应该固执一点 不要担心吵架 也不要担心她难过 因为你所受的伤 不会因为你是小孩 就会减少的 你什么时候成心理医生了 据我所知 你才是心理最有问题的那个吧 我演过一个男主角是心理医生啊 对不起 这不是爱情 你没看过吗 我那个时候正在高考 闭嘴 其实有些人 就自以为跟你有血缘关系 你就是她的所有物 因为自己的名声 自己的利益 就想控制你的一生 我妈不是那样的人 她是爱我的 不过 你说的那个人是不是你自己啊 你从来没提过你的家人 那个大人物 到底是你什么人啊 还有 安养院的那个人 是你妈妈吗 好了 不要聊我的事情 其实你妈妈是爱你的 只是过分紧张你而已 好好和她沟通吧 如果你信任我的话 就交给我 保证完美解决 你干什么 我好不容易 妈 我怎么能让您干这么累的活 把您累坏了可不行 自从您来了以后 我就真的深刻感受到 有妈的生活真好 有妈才感觉 这个世界上有人疼我 您在这等我 您肯定饿坏了 我给您做饭 嘴巴这么挺 跟平时不一样啊 妈 您看您大驾光临 我怎么能让您就在家吃饭呢 我带您去做个美容 再弄个头发 然后呢出去逛街玩 咱们 停停停 这是哪一出啊 你给我保证的啊 退出演艺圈的事怎么说 妈妈 您不知道 我现在过得很好 我凭我自己的本事赚钱 每天活得开开心心的 我这样子 您就同意吧 好吗 小桃 演艺圈是很虚伪的 时而当红 时而过气 就拿以前的那个死去的 那个江浩来说吧 你说现在 还有谁提起她 对 演艺圈是很虚伪 但生活中的人 就不虚伪吗 您满口为了自己满足心愿 然后就逼迫孙小桃去做 她根本不想做的事 还口口声声说什么 为她好 我告诉你 不是你生下她 她就是你的私有财产 她有她自己的生活 你不要太自私了好吗 小桃 妈今天给你把话放这儿 你失败了以后 不要找妈来哭 你那时候在哪里 我为了一个角色 拼得头破血流的时候 你又在哪里啊 你现在让我退出演艺圈 太可笑了 我自己的人生 绝对不会替你这个人摆布的 你 总有一天 你会哭着回来求我 到时候 可别怪我没给你机会 这么自私 虚伪的家 我每一个人须都在哪里 我一定须都在哪里 我一定会有的 你算是这样 这是什么 放手 能不能够 放手 你自己最好 我一定会想想 你自己为我们 überhaupt 你一定会来 我 什么情况 我妈走了吗 解决了 你妈妈现在在回家的路上 你不愧是影帝啊 完美解决 我妈可是天下第一难搞的妈妈 你也太厉害了吧 为了表达我的谢意 我决定给你做顿好吃的 不用不用不用 干嘛这么客气 你帮了我大忙 我一定要好好感谢你 真是没想到我妈就这么走了 其实你应该把它留下来的 因为她做的待遇啊 比我做的好吃多了 不过我做的应该也不错 知道你平时呢 只是什么鸡胸肉啊之类的 为了保持身材 不过今天没关系 你就放开大吃一顿 反正肉也长在我身上 人开心的时候 就是应该好好地享受一下 好 新鲜出炉 我问香不香 很香 那你就快点开动吧 小头 我曾经看过一本书 里面探讨着 如果惹了一个女人生气的话 该怎么道歉 我知道很多女人都喜欢名牌包包还有珠宝 那如果 我 我说如果 有人惹你生气的话 她送名牌和珠宝给你的话 你要不要 我当然要了 我还以为你与众不同呢 谁不喜欢贵的东西啊 如果送我名牌跟珠宝 我就拿去折欠 不过 如果要是真的想道歉的话 其实 送礼物 没有比真诚地说出歉意好 就像 我现在正在跟你真诚地表达谢意 是不是觉得很诚恳很感动 真诚地说出歉意 好了好了 不要说什么说啊 歉意啊之类的了 快点吃带鱼吧 一会儿就凉了 其实我 快点啦 嗯 因为我当时 这后怎么着得了 我如果能不能 encore 我不是 我会 请订阅 根本 你 你 我 不然你 我 你 我 名牌和珠宝都不一样 这种女人最麻烦了 用钱买到的东西 怎么能表达歉意呢 到底要怎么跟她道歉吗 根本就说不出口嘛 看我给你抓一座善回去 第一次嘛 失败乃成功之母 我等下一次 要你让我给你依照 我要我去年轻 要太多是要 好 姑娘 我看你加了一晚上了 什么也没加到 我们要下班了 这个我送你一个啊 Be do be do be do come true 喂 别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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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起来 这熊哪来的 你昨天去抓娃娃了 昨天带鱼吃多了 出去散步路上简单 我随便说一句话你就记在心里 你干嘛对我那么好啊 你 是不是喜欢我啊 你的意思是说 我之前对你不好吗 别扯开话题 你认真严肃地看着我的眼睛 告诉我 你是不是喜欢我 你很烦欸 我要不叫 周亦然啊 喂 小桃 今天我们两个没有戏 你要不要来我们家把后面的剧本对一对 我们两个都算新人 预洗一下 我觉得对戏有帮助 可以啊 那你把地址发给我吧 好嘞 拜拜 孙小桃 你好啊你 你现在坚然大胆到 一个女孩跑到男生家里去 这 孤男寡女的 不是还有你吗 这怎么会一样 他这么赤裸裸地邀约 也不知道 他想对你干什么 这是工作 是工作啊 而且 反正牛不在意 约不约会也没关系 这么介意干什么 这就是周亦然的家啊 我马上就要见到周亦然了 我肯定是最幸福的一家人 小桃 快进来 这不是欧阳靖的家吗 对了 这其实不是我家 是欧阳先生的家 之前签约为了工作方便 我就一直住在他家 他这么控制狂啊 还是对你有一些不可告人的 你说什么 哦 没什么 哦 对了 这个时间 你应该还没吃午饭吧 我厨房有大餐 你等着啊 谢谢 简直得来全部费功夫 送上门来的机会 我正好可以看看 欧阳靖 你到底在我背后搞什么鬼 哦 你在做什么呀 我给你煮汤了 等一下 尝尝 嗯 好喝吗 好喝 你喜欢就好 哦 我迷端眼睛了 我来 干嘛 好了吗 舒服多了 那你去休息一下 我来坐 你可以吗 可以啊 辛苦了 我来 你是要这个吗 嗯 你真细心 那还不是因为你 够吗 够 要多少有多少 好 看过了没有 你在脑补什么恶心的东西啊 你在学校的时候 没有住过集体宿舍吗 两个男人住在一起 有什么喜气啊 我又没住过男生集体宿舍 那你也不能老是把周易燃 和别人组合在一起啊 一会儿跟你 一会儿跟欧阳靖 如果他真知道的话 会怎么想啊 那我就不把他跟别人组合在一起呗 哎 你的意思是 你要和他组合在一起 你知道吗 我对他的那种心情 就是偶像 和粉丝之间的那种心情 就像是 你忽然买到了一张 你很喜欢的偶像的唱片 或者是在演唱会的时候 你的偶像突然抓住了你的手 就只是这种开心而已 你 我有喜欢的人了 而且我对他的喜欢 是女生对男生的喜欢 江浩 你之前的全部回答 我都可以清零 我现在认真地问你 也请你认真地回答我 好 好 豪华无敌大餐来喽 超级无敌豪华芝士餐肉面 快来吃 我一定是这个世界上 最幸福的一家人了 谢谢 谢谢 我开动了 喜欢吗 喜欢 来 我来喂你 小心烫啊 吹一下 这种局面太煎熬了 煎熬 你还不赶紧干这事 这颗面还是有些烫 我想先去一下厕所 好 厕所 楼下是吧 谢谢啊 一会儿就回来 她怎么知道厕所在楼下的 布局一点都没变 欧阳靖的书房还在这里 果然是她 跟踪我们的果然是他 欧阳姐有问题 小桃 你在做什么 然 我爱你 小桃 你说什么呀 我说我爱你 你没听到吗 我想跟你一起看雪 看月亮 谈诗词歌赋 谈人生理想 我满脑子都是你 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小桃 你今天说话总胡言乱语到 你刚刚明明 对不起 我因为太爱你了 所以想了解你的一切 所以我才会像一个疯婆子一样探查你 可那刚刚明明是 你太红了 你是当红偶像 而我就是个普通人 你忽然说爱我 我整个人都慌张了 我害怕 我害怕会失去你 我害怕你利用我 我还害怕你只是为了弃苏缘情 我太懦弱了 如果你不喜欢这样子的我 我可以离开你 再也不出现在你的生活里 小桃 对不起 我怎么会讨厌你呢 这小子还真是好操控啊 都开始不忍心了 但是 我为什么要学苏远情呢 真是 不 我说谎了 我是骗你的 我这么爱你 我怎么能离开你 然 我们 在一起吧 好 我们也为了我们的梦想 一起努力 我的梦想就是 查找欧阳靖 找到真相 那就 你帮我完成吧 好 臭小子 你竟然敢对我做出这么恶心的事情 不对 这是小桃的身体 你竟敢对小桃做出这样的事 等等 什么 是做俑者 好像是我呀 小桃 这 是什么情况 小桃 别说话 欧阳靖刚才打电话来骂她了 她现在心情很糟 我帮你安慰过她了 别沮丧 我们一家人永远支持你 谢谢你小桃 你的梦想是什么呢 我原来的梦想 是想要和你见面 然后告诉你 我实现了我们的约定 我现在的梦想 是希望那个人 可以堂堂正正地回应我 你 喜欢我吗 我刚刚不是跟你说了吗 那 我再正式地和你说一次 小桃 我爱你 起吧 小桃 你怎么了 你在看什么呀 我 小桃 我好不舒服 看来你没有帮我背那个电子机 小桃 我现在好 我们赶快回去吧 我忽然想起来家里有点事 那我也先走了 小桃 快点儿 你也走了 什么意思啊 你不要过来的事 你也不想过来的事 我和你没有帮你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